大量LED照明科技感十足 这款概念机车 今年三月在东京亮相 打响国际知名度 不说你大概不知道 它其实是血统道地的台湾货 我们在国外市场上面 已经都是跟欧系或日系的品牌在做竞争 那特别是在意大利亚 法国西班牙这些市场 其实我们都是前三名的品牌 所以当我们台湾开放了 重机的市场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有所准备 本土车厂第三代接班人信心满满 就是因为路权开放 加上周休二日旅游风气盛行 国内重型机车销售起飞 从2012年的4000台 快速攀升到今年的2万多台 张嘎分析目前市面上 又以台日货各占凹头 刚开放进口的时候 大部分重机就是以日系的 四大品牌 本土品牌一步一脚印深耕台湾市场 现在又把外销海外的红牌重机 回销国内完整产品线 誓言要挑战内销量17连霸的记录 记者胡志欣王兴诺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